快乐公式 所谓快乐 其实都是痛苦的缓解 这种痛苦的缓解 我们在生活中 一天到晚都在体验 因为我们从出生开始 就有很多苦要去缓解 生下来就饿了 冷了 热了 困了 这是最基本的 长大以后 女孩子喜欢逛街买衣服 看到一件好衣服 如果买得起的话 你立马就去买了 穿上去感觉自己很漂亮 很开心 这个所谓的快乐 是因为你的内心 发生了一种变化 你的求不得苦 得到了缓解 什么叫求不得苦呢 你贪爱一样东西 很想得到它 但却一直没有得到 就会产生痛苦 回到刚才的例子 如果你对这件衣服 没有贪求心 那你穿的时候 肯定没有快乐感 所以这个快乐 来源于贪求心 得到了满足 贪求心得到了缓解 觉得穿这件衣服 满足了一下你的虚荣心 虚荣心也是一种苦啊 你希望别人赞叹你 羡慕你 但是没有得到 这也是一种苦 当别人开始羡慕 赞叹你的时候 你的虚荣心就满足了 你觉得是一种快乐 如果你完全没有虚荣心 那别人赞叹你 你就没感觉 仔细观察自己 我们一天到晚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需求 这些需求 很多我们自己都不能觉察 都隐藏在心中 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只能忍受 假设你今天心情不错 也没有什么烦恼 你趴在那里 有个很好的按摩室 给你按摩背部 你会感觉到很舒服 为什么呢 没按摩的时候 我们也没觉得苦啊 我明明精力充沛 心情很好 身体并没有痛苦啊 但是 其实你的身体 还是有苦的 只不过你忍着 只有当按摩你的背部挤住 令你身心放松了以后 你才会感觉到很舒服 这个舒服 其实是因为你的肌肉 已经疲劳了 或者你背部的气脉 已经开始有所堵塞了 所以通过按摩 缓解这种痛苦 你才有快乐 如果换一个健康的 五六岁的儿童 你去给他按摩这个脊背 他不会感觉到任何快乐 说不定他还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成年人 到了一定的时候 去按摩 就会快乐呢 是因为你已经开始有老苦了 开始老了 只不过这种苦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严重的让我们无法生活 无法工作 我们能忍受 我们经常带病工作 带着苦去做事 身体有不舒适 还是坚持 这不等于我们没有苦 只是那个苦 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严重的 我们要倒下了 那就太苦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心理运作公式 可以放在自己身上 仔细地观察 我们快乐的本质 只有了解了苦乐的本质 我们才有可能得到 真正的安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